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大约10名阿富汗妇女上街示威 抗议塔利班重新上台后 妇女无法工作 上学 甚至不得离开家门 另一批妇女则抗议受到排挤 要求将妇女权益写入宪法 保护妇女地位不再后退 他们说自从很多争取公民权利的人被抓走后 其他人都今生 不敢再出来反对塔利班 他们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要将10月10日定为国际妇女生缘阿富汗妇女日 自从塔利班在8月底接掌阿富汗后 面临国内重重严峻挑战 联合国表示 饥饿 贫穷 加上干旱及新冠疫情 使得最少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希望申请护照离开阿富汗的人 每天清晨便到内政部的办事处外排队 内政部表示 目前有大约10万份申请处在早期阶段 但是上星期就有25000人 进入到缴交申请费用的最后阶段 凤红一时综合报道